男人偷了都逃不掉的四个表现 男人发生婚外情的四大表现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 手机不让你碰 手机有异常 它会格外敏感 当男人外面有人了 第一个表现 你会发现他的微信 QQ头像 不再是你们的合影 或者是你们的家庭照 这就说明他想改变形象 去外面鬼混 刻意回避他已结婚这个事实 之前可能手机密码 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或者是孩子的生日 你们的特殊日子 但是现在你进不去他的手机了 他的手机满思蜜蜜 男人可能没有女人心系 如果哪天他大意 他的手机相信 你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 他会经常背着你打电话 发微信 有时背景一间 还会露出一语言表的笑容 这一点说明他绝对有些问题 以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 还是要进一步看他表现分析 二 对你忽冷忽热难以琢磨 这一点符合男人出轨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他经受不住婚外情的诱惑 给他带来婚姻中所得不到的激情和诱惑 婚外情没有婚姻的责任 婚姻的平淡 婚姻的柴米油盐 也不需要对情人负责 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 婚外情就是彼此双方偷来的激情 所以常常让男人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男人一方面享受这样的感觉 一方面觉得对不起老婆孩子 所以他会对老婆有异常的表现 他想通过对老婆更加的好 来弥补内心的内疚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给老婆买礼物 不是什么节日对老婆大发散心 另一方面他会见到老婆 男人内心深处也是有道德约束的 当他见到老婆会直接追问他的道德价值 当他的良心被拷问 那也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这个时候他就会刻意回避与老婆的接触 三 身边的男人突然对性生活没兴趣了 男人不像女人 男人同时应付两个女人是好经历的 这也是自古皇帝多短命的原因 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 自然没有大多的精力来应付老婆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他回家倒头就睡 男人对性生活没兴趣了 开始对你敷衍 甚至借故大吵一架 直接分房睡 那就非常可疑了 四 记不清你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很简单 他的心思都已经放在外面的野女人身上 自然记不住你们特殊的日子 可能有时候连个孩子的生日都会忘记 最后奉劝那些迷恋或外情的男人 你背叛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妻子 更是自己的良心 同时也抛弃了亲人的信任 我说你能够帮忙吗 我看你找到一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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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找到一条